HELLO, 欢迎大家, 又来到我们这一段节目, 这一集只有我一个说 其实之前说了很多关于区块链或币上的知识 其实之前也比较多说了NFT, STO, 又或者某个领域的事情 但其实就比较少提及整个币市某些大的框架 今天很难, 我只剩下一个, 就可以说一下整个框架是怎样 其实有什么帮助呢? 其实可以看到中间的商机和整个 整个虚拟货币市场的走势, 以及究竟为什么这些币是有价值的呢? 今集主要是从一个技术层面去看一个, 或者它是一个区块链市场 为什么它有价值的角度呢? 去看整个币市, 和从中去找一些值得投资的币 当然不是投资建议, 但其实一个有价值的币是有原因的 希望透过这一集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它定位在哪里? 为什么有些东西永远是最有价值的呢? 从未来日子有些相类似投资价值的东西, 如何去参与呢? 不如我们先去看网页吧, 好吗?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Core Market Cap 就是一个比较全面, 全世界都认识性最高的一个 去看币价, 去看最update币的一个网站 不知道大家有看过, 可能大家有看过 但今集我想主要介绍一下一些重点在币价市场里面 究竟它们的价值在哪里呢? 永远都是的, 首先来看看 其实这两个礼拜, 自从做节目开始 其实12月, 比特币价值只卖了100元 我想说, 比特币价值到这一刻, 已经去到55元美金 还有, 前一两天, 再创新6元美金 其实, 现在整个Core Market的市场 大概有17000多亿美金 这是一个, 其实在近年增加得很快 其实今年的牛, 其实大家都知道 由比特币, 由3000升到6万元, 其实今年是一个 我们经常叫做机构牛 什么意思呢? 是一个很多传统的金融机构 包括很多著名的投资, 最出名的灰狼基金 或者可能那位女股神ARC, 即仿酒基金 他们就不停地进入这个市场 即是最出名的可能是Tesla 又或者可能PayPal 会转入这个市场 很多的传统机构开始进入这个市场 所以今年的牛市, 很明显地是 传统机构资金进入这个市场 令到整个虚拟货币市场整体上弱 即不是一只项目或者两只项目 可以这么简单 是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柄 开始大进入 加上可能大家都知道 近年, 即近日 美国政府公布了 他会再印多1.9兆亿美金 类似这样大的钱 加上现钞越来越贬值的情况下 只是资金没有去路 所以一部份的资金就流入了 楼市, 所以楼市一定会升至美楼市 另一部资金就真的流入了 蜡蜡蜡市场 因为开始受监管 即不是像以前那样 没有监管 这些基金可以透过不同的方法 进入这个市场 所以今年是一个整体的机构牛 这个就不同于2017年的 因为2017年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ICO的热潮 引了一笔资金进来 去一个很大的牛市 但是它是短暂的 因为那一段时间是热潮为主组的牛市 但今年这个牛市 我们称为机构牛市 是会很长的 相对稳定的 而且是一个长久的 很稳定的 会突然跌到很多很多的牛市 当然你问我高处比算高 我不敢说比特币去到多少 但是你说几年前 有人说比特币有十万 觉得是傻的 但现在比特币有六万 你说十万剩下几成 是否不可能呢 这个 我只是想说 终于一天会到 但是不知何时 但是不再有将来 我公平已见到 今天主要想说 就是 大约这些有价值的币 究竟它在做什么呢 那为什么它可以独占奥 可以跑出来成为什么呢 首先它第一位的 一定是Bitcoin 其实Bitcoin 很多人都觉得很虚异 或者觉得 如果熟义Crippler 就觉得有什么用途 因为其实 如果比特币就交易的话 例如我住给A的话 其实交易时间很长 因为比特币的区块链 TPS 它的交易速度是很慢的 但是 比特币永远不可以从它的实用价值 去行为它的价值 比特币 它是一个symbolic meaning 一个象征式意义 它 比特币就是代表整个行业 整个区块链行业的轻衰 因为刚才我们有个想法 就是 交易货币 只有区块链的其中一部分 而区块链的应用 即日币一定离开区块链 但是区块链是可以没有了币的 意思是什么呢 可能有些应用 可能是一些程式 可能是新的科技 它是不需要币的 但它仍然可以用一个 去中心分区块链的技术去应用 最后一个例子 可能是香港有些地产APP 它们已经用区块链去做了一些记帐 这个不需要币的 区块链这个技术 我想是全世界高度认可的 这个技术在科技里面 它将会是 很多人不比喻 甚至是第四或第五次工业革命 是会颠覆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最新科技 所以区块链本身是很有价值的 它会超越AI 超越所谓的现在的联网 虽然还未流行 区块链一定会有很大的价值 对生意或各方面 在这一刻 比特币就代表这个行业的象征 所以首先 比特币它永远都是龙头 因为它就是这个行业的象征 很多人就会说 很虚拟 在哪里可以用它 或者什么 但你变回来的象征 它就代表整个行业 就好像举个例子 就是香港港股 腾讯就代表所有科技股 腾讯就是代表所有科技股 就好像有这样的概念 去理解这件事的时候 所以比特币永远是一个指标性的作用 而且因为每一个投资人 一开始接触区块链的时候 第一个接触的一定是Bitcoin 第一个买的都是Bitcoin 所以很多时候它的价值就转于它的 Symbolic Meaning 它的代表性 不是它的实用性 CQQ分析这个清楚 第二 而且Bitcoin本身 它现在已经是一个 在市场里面的价值处存 Value Storage的作用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有点像黄金 我想大家都知道黄金 是一个避厌资产的作用 例如股市升 股市跌 黄金就升 其实有点像这样的作用 加上在这个无限人银市 大环境的情况下 部分的资金就会进入 一些避险资产 即是黄金 比特币已经被视为 另一个有机会去 传统黄金白银 但现在比特币已经视为 另一大的避厌资产 所以很多的分 Family Office 大户 它会将比特币 开始纳入它们的计算表里面 成为一个对冲 避厌资产的角色 所以综合刚才那几个因素 它的象征性意义 它避厌资产的特性 加上它第一个 股市开始接触卖的 都是比特币 所以这三个原因 是完完全全 它是将比特币 成为一个在加密市场 不可动摇的大哥 有人说会超比特币的话 我跟你说 说得出这句的话 它不是加密华币市场的生态 因为比特币的地位 在这一刻是不可动摇的 其实现在 如果你看回 抗MarketCap的数据 其实比特币的市值 它占了整个 你看到 大概10,000亿左右 它占了整个MarketCap 17,000多亿美金的超过一半 所以其实它的MarketCap代表了 它在整个行业的大哥地位 基本上是没有能够取得到 所以这个是比特币 所以你说很多人说 一开始不懂得画像 不懂得去投资 比特币一个是最稳健的事件 因为它代表整个行业的未来 当然了 如果你说整个行业衰 整个区块链行业 就没得说 但是现阶段 我想很多各国的监管 告诉我们 因为他们开始监管 证明这件事 已经立入了正规的行业 再不是一个很虚拟的东西 那 这个就是比特币 所以比特币 永远是值得拥有的 那 国人的资产配置在里面 我自己觉得是需要的 但是当然 你自己看一下 始终币市的波幅比较大 例如你昨天的6,000元 今天已经跌了大概10% 这就是比特币的波幅 大家要留意 那 比特币是大哥 二个呢 暂时永远都是Ethereum 为什么 我们要讲一讲 因为Ethereum 中文人说的以太币 最多人认识就是比特币 以太币 它始终是第一代的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 我可能前期有讲过 就是一些 调定一些编码 可以自动去处理一些的交易 去执行一些的程式 或者主要处理 是一个很 即是可以去终身法 不需要再有中间人去做一些 做中介的 之前解释过 再跟我讲 但是有人会问 不是 其实有很多新类型的 Ethereum 即是新类型的 Smart Contract Protocord 其实是比Ethereum 那么快 更加有效率 各方面 但是为什么 取代不了呢 这个也是跟 一个行业领先定位有关 因为Smart Contract 它是第一代 所以它的生态很庞大 其实这个生态 这个字 其实很多行业都没有什么 去形容 但是在区块理里面 这个生态很重要 为什么我这样 先讲什么 生态 生态的意思是什么 它这个区块念 它有很多不同的参与者 可能这个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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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挖矿的 因为其他科技没有挖矿 唯独区块念有挖矿 在POW挖矿 这个参与者 可能是一个 开发一些 中心的应用程式 这些参与者 可能是一个基金 可能是钱包 因为有些东西要装钱 要用钱来合约去交 可能是一些API的供应商 其实这个生态 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去参与 这条链才有价值 可能某个人 可能他建了一个新的链 可能是很厉害的 但原来没有人用他的技术去参与 什么原因也好 可能是技术原因也好 可能是各方面的原因也好 没有人参与的话 就算这条链最后也没有人用 因为没有人用 Ethereum始终是第一代 虚拟货币的Smart Contract 虽然他很慢 但始终是一个很大群的开发者 他已经在用他这个链 去开很多的应用程式 钱包、API各方面 他的APP数目 永远领先了其他的开发者 其他的链 所以 Ethereum在这个技术上 清黄的地位 这一刻 坦白说 在这一刻 或者未来的一年 都不是更容易被人动摇 所以 Ethereum 基本上他现在是 找到二哥的位置 很多人会问 其实现在 Ethereum最大的危机 其实就是 因为越来越多人 用他的链去做开发 一些去中心发交易所 各方面 他的交易费很高 他们的Founder 基本上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的问题 甚至乎他们现在 已经开始升级到2.0 未有2.0之前 他开发很多Layer 2的方案 什么叫Layer 2 很简单 本身的交易 可能Founder很大 又很慢 Layer 2 将某部份的资料切割 有些放在Layer 2 有些放在Ethereum上 另用Ethereum的链 去做一些交易 会更快 概念是这样 有很多种的 有些叫Role Up Automistic Role Up Role Up 这些是一些 代码模式 有些方案 去帮助这条链 去加快速度 所以基本上 未来日子 Ethereum 技术 在这段时间 是一个大高的位置 暂时都没有 一条链能够去 取体得到 尤其他你没有继续发展 但是Ethereum 这条链的地位 我看来 都没有那么容易被人摇动得到 所以 Bitcoin Ethereum 是最大路 人们会投资 因为长远 它是一个区块链 各方面 是一个不可遥重的地位 所以这两个一定是 很多 即机会投资者 一开始投资 都可以投资这两个 因为它就是 整个虚拟货币 一哥二哥 但今天我想说多一点 一些人比较少说的东西 第三个是近三个月 是升得很厉害的 叫做BNB 其实一开始它是一个平台币 即是一个最出名的交易所 叫Binance 但是它开始受人注目 是因为Binance的交易所 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金融产品 甚至乎它在去年开始 它开始它自己的区块链 它不是自己的代币 它是一个区块链 而Binance为什么开始升得那么快呢 一来Binance这个交易所 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好 它各方面做得越好 它比所有交易所做得好 如果你是生日元的交易所生态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它的区块链 是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应用 如果前几集我们有讲Delphi 我们有讲UniSwap 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上一集给你们看过 它是怎样用的 但是Binance上面 它有一个新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叫PancakeSwap 就是PancakeSwap 应该是这个 50多 这个是PancakeSwap 基本上它的交易量 已经超越了UniSwap 已经排名它是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大哥 即不是再是UniSwap 第八这个UniSwap 而是刚才提到的 所以整个Binance的开发 因为Binance的公司 所以已经是非快的增长 所以它的价值反映的代币 BinB 亦都是非快的增长 你看它的图 它是ICU1美金 现在已经升到250美金 升到250倍 所以你说BinB 是值得留意的东西 我不会的 但我会有的疑问 是否可以取代Ethereum 暂时不可能 刚才说 它的行业地位 和基本上的Ecosis 和庞大 这是所有的区块链 是望尘莫及的 所以BinB是值得用的 因为BinB本身币安有 有不久的钱 有透过BinB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第四 USDT 港国稳定币 基本上是一个 全世界最流通的稳定币 你去哪里都能对到钱 和稳定 所以它是一个资金转换的作用 所以这个作用 其实有其他的 Sable Coin 例如USDC 或者叫做BUSD 这些是不同的发行商 它发行的Sable Coin 但是在这一刻 都是USD最大 而且基本上 因为最大资程的隐忧 其实USD就是 美国纽约法院 不记得 不知什么 检测官 他告Bitfinix Bitfinix就是 Felder的 母公司 就是说 USDT 你懷疑这件事 是不是有 那么多足够的美金 做备算 因为USDT 就是告诉你 我有那么多美金 买在这里 我用这个Coin 反映它的价值 但这场最大的危机 Bitfinix 已经是 和这个法庭 这个检测院 特成磨解 好像赔了1900万美金 特成磨解 所以基本上 最大被监管机构 质疑USDT 价值的 最大的不好因素 已经消除了 已经是法院 已经正式 已经 除消了一个 减控 所以 USDT的认售性 我想现在 在全世界都无可置疑 就是 你说 基本上 在虚拟世界 揸U 我叫做 揸U 就是揸25金 所以 这个是USDT 所以 这个很多时候 就是 币金 fund 那 再说多一点 其实第五 第六 就是比较两个最出名的 被誉 唯有机会 超越Ethereum 的Blockchain 一个就是Cardano 之前说过 Cardano就是日本 他的Founder 其中一个就是 Charles Hackinson 也是Ethereum 其中一个前的CEO Pokadot 是Ethereum 的前CEO 所以 你看到这两条链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因为他两个的Founder 其实也是 Ethereum 的 創始 創扮人 他是CEO的CTO 所以这两个 为什么 给予人如此信心 就是Charles Hackinson 和Pokadot 的Founder Kevin Garwood 他们的 Ethereum 公职 让人觉得 他们对这两个 很有信心 但是 我一定要说 Cardano 始终他的Founder 比较缓慢 因为他自从2017年 推出这个Coin 直到现在 他的主线 即真正的区块链 到现在都没有上市 但是 因为有很多原因 因为Pokadot做得很好 所以 Cardano 他的价值也不停展现了出来 Pokadot 刚才说了 前CEO Kevin Garwood 我自己也认为 Ethereum 做得很好 你说 有没有机会 去和Ethereum 分庭降临 有机会的 至少是历史原因 Ethereum 暂时未来 但Pokadot 是一个很好的trend 为什么 Pokadot是好呢 因为 不单是技术好 其实 那么多年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会超越Ethereum 但是我想说 做到的念不太多 其中一个 做到的原因 是 他对生态建设的 进入大不大 其实Ethereum 为什么做得好呢 他很早期 已经设立了 一个叫Ethereum Foundation 的基金会 去支持整个生态的发展 例如钱包 各种不同的技术方案 Layer 2 2.0 各方面 Smart Contract API 开发 Expouse 开发 各方面的支持 很大 全世界 每个国家 基本上都有Ethereum 的Embressor 去推动 整个技术的发展 所以 Ethereum 就是这么厉害 Pokadot 我们看到 现在 做得很好 我看到 Pokadot 是 有机会 因为 他现在有 Rat Free Foundation 他现在做一些 抗融 跨链的方案 他做得很好 和很大的支持作用 所以 基本上 Pokadot 是一个未来一次 很值得留意的东西 如果 你币价的 ICO 价格是0.17 现在 涨了200倍 一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 你要尋补的话 从我刚才说的 你就知道 你找到它的价值 它是未来100倍的币 有时候 很多人问我 Pokadot 找一些好的项目 你先理解 什么是这个市场 里面有价值 刚才我说的是 其中几种 SRP 不说 因为 我自己不会投 但是 它因为传统 多银行 银行 所以 Uniswap 上年暑假开始最出名的 Delphi 就是其中一个领头人 Uniswap 当年的空头 现在 当年 其实不是当年的 几个月之前 大半年之前 其实它空头 只要你用了Uniswap 它会被币 叫Airdrop 币市 是有这种东西的 你用了这种东西 它会送这些币给你 有时候 可能是垃圾 但是我想说 Uniswap的币 现在是值一部 Tesla 是免费的 即是免费 一开市 100元 美金 但是现在 升到 29元 美金 一粒 即是 它意思 是大约一部 Model 3 的价值 它送给你 在这个市场里面 这个就是币市 我想说 Uniswap 就是第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 它创立了第一个的 流动性滑矿 各方面的一个 staking model 大气作成的 Delphi 很多公司现在开始探讨 去中心化金融 不再透过Bang 就是Uniswap 交易所的功劳 很多币都在Uniswap上 所以Uniswap 就是这样的 Litecoin 就是传统Bitcoin的 眼分叉 所以它基本上 价值不可以 但它会有它的受众 其实这个有点像 狗狗币 之前 Elon Musk 经常说狗狗币 升了很多 虚拟货币 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一群 戴客粉丝 因为他们早上 用开 玩开 这些币来 雖然没有一致用价值 但它有一群戴客粉丝 去参与这个市场 可能滑矿也好 拥有它也好 或者狗狗币 一开始用Reddit打上 所以一群戴客粉丝 去用它 它会一定的价值 支撑 这就是近年经常说 粉资经济的力量 在Bloch 中 是完全体验得到的 我再说一两只 值得留意的 例如 不是叫大家买 但值得留意的 其实 你看到 先看看 BSU 我认为 IPFS 我认为说得很大 IPFS 我自己也谈慎地看好 因为整个IPFS 如果做得好 的话 Firecoin是什么呢 其实都是Blockchain 但利用的确认就是 Blockchain Dropbox 或Dropbox Drop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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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些程式 它会合回来 Drop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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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 和其他技术 是否成熟有关 因为 要到这么大的储存量 一定 Blockchain 应用得够多 才会用到储存 例如 iCode Dropbox 很多人用机器 用得很好 是很有价值的 很多人用材料才有价值 处存不完 放到iCode 其实的道理是一样 所以 Firecoin 未起是因为 Blockchain 都未是很多人用得很重要 但是 File size 是很多人用得很重要 需要不需要儲存 这个功能 未必 但是 Filecoin 或者IPFS 这个技术 已经是为 这个行业 做成一个很好的 foundation 所以 未来可能长远一点 但是 Filecoin 值得留意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例如 再说一两只 最后几分钟 例如 最值得留意 我想说 Panx Web 或者UFile 创立了一个新的 Defined model 其实 这一只很想说 就是 这一只就是Alta 为什么想说 因为这个是Blockchain 加密联网的概念 什么密联网 很简单 可能 我有个芯片 可能一天进入房间 之后 我觉得我热的 冷气会立刻 开 风扇会立刻 开 或者 它看到有睡觉 灯会立刻关闭 这个是不需要经过 伺服器自动 物件和物件之后 会持有关系 而 Iota 就是将 Blockchain 和Internet of Things Iota技术结合 其实我自己 也很看好的 但是 也是说一句 因为外面的技术 连SmartCoin 最基本的运算 都不是去到的时候 可能这方面 会落后一点 这些我会看好一点 长远的发展 例如 刚才说的 DoggyCoin 可能是有个定位 有个社群的定位 DALLA 也是 传统 一个 Encrypted Coin的定位 所以 例如 这些BWC 是什么 就是一些 影射了的 Coin 例如 因为Bitcoin 只能在Bitcoin 网络上映射 但问题就是 有很多DELFI的 传媒 Ethereum 如何去 Ethereum 交易Bitcoin 就是 产生了Bitcoin WTC 这些东西 影视到 Ethereum 和 Bitcoin 上面 去交易 这些 其实 我说了这么多 项目的内容 我认识 我认识 大家认识 这些Bitcoin 是发生了什么 所以 再去看看 有没有 值得留意 或者有好的概念 去 有价值 再参与这些市场 近年 也是 近两个月 说得最多的NFT 所以 例如 有两个 NFT 交易所 或者NFT 的Bitcoin 可能是SEN 上集都说到 可能是SENBOX 这些 其实都是可以去看 因为其实它们 都是代表了 一个产权代币化的概念 所以 今天说了很多 我希望大家 有机会 我常觉得 要参与市场 因为 当中有多新的 或者我们不懂的东西 新的 和不懂的东西 值得留意 所以大家多看多些 留意 今集说到这里 差不多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